第五屆廣東嶺南美術大展 在廣州市文化館新館展出 展覽充分凸顯了美好灣區時代畫章的主題 一起看看 展覽在徵稿期間 共接收到省內外及中國港澳地區宋平作品近1000件 經過層層篩選 最終有116件作品獲獎 一幅名為城市建設者的 現實主義題材作品獲得金獎 作者通過鐵薄的技法 展現出天空的明暗變化 描繪出建築工人在滿熱的夏天工作的場景 這個平凡且偉大的身影引發不少觀眾共鳴 我覺得畫美術是其中一種很有趣的表達方式 它的形式也是可以很多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類的作品應該更多一點 反映到我們社會各階層的人 一幅銀獎作品素顏芳華 作者就以粵劇為靈感 但沒有選用粵劇服飾的豐富色彩 反而通過水墨的形式進行創作 更展現出了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 它跟武士一樣就代表它是傳承下來的 我希望把這些非儀帶進我們的畫裡 用美術去表現非儀的美 還有不少作品在繪畫技法上 借鑑了令南畫派居巢、居廉的撞水撞粉手法 展現出作者的積極探索和創新精神 本次展覽的作品題材多樣 風格面貌各異時代氣息鮮明 將會一直持續到這個月的30號 廣州電視記者馮永綫報導